三讀通过 三讀通过 欢呼尖叫声不断 听到18岁公民权休闲案 表决通过的这一刻 还有人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要投票前 事关年轻人参政权益 立法院外头一早就聚集 上百位高中生进座监票盯场 这样的新生朝野立委压力也很大 18岁公民权就是现在 一场前穿上高中制服 跨党派立委们全都早早表态支持 国民党的县市长侯友宜跟卢秀燕 也力挺让年轻人有更多参政权 不但赞成 也希望能够跨一次通过修宪 让18岁都能够拥有公民投票下 朝野政治人物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 原本要跨四分之三 党派立委赞成的修宪高门槛 在技术性只处理18岁公民权的前提下 成了毫无悬念的高度公式 降低投票年龄一件事情 其实国民党也是一直都是如此主张 还借全立法院第一个提出的 其实就是国民党的委员 那包括我们都有提案 我们乐见我们台湾这一次 回为62年等了这个将近一甲子以上 18岁的公民权投票 在未来在复决的时候 能够开花结果 不过立法院通过后 只是跨出第一步 修宪案公告半年后 得在三个月内投票公民复决 而且必须获得半数选举人 就是超过965万人同意 一年后正式生效 算一算最快2024总统大选 就有超过40万的18、19岁手头族 不过只修18岁公民权 搁置其他宪法上的争议 背后最大的原因 恐怕还是选票考量 欢迎订阅惠荣誉 另外于台北新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由于台北新报道